請進來 來賓同街牌 大鵬灣冰灣碼頭友善外籍遊艇 CIQS服務窗口正式啟用 本來不只有國內遊艇業者 可以開著新遊艇來大鵬灣試航 外籍遊艇及帆船玩家 也可以直達大鵬灣日 大鵬灣CIQS的這個街牌 就是讓我們大鵬灣 邁入一個國際遊艇帆船港基地的宜程碑 那麼現在目前全台灣只有三處 這三處裡面我們大鵬灣是第三處 這是一個跟國際世界接軌的一個基本條件 我們現在國境還沒有解封 那我們現在管理處結合當地的產業 當地的屏東縣政府 都做了非常完整的準備 應該可以吸引不少的國際愛好 遊艇帆船的朋友們到我們大鵬灣來 包含海關檢查 證照查驗 人人檢疫 及動植物檢疫 安全檢查及航空保安等 國門最重要安全關卡都能在此一併處理 是邁向國際遊艇帆船港基地的心理程碑 比照國際機場這樣子 可以外國船艇進到這個地區 可以完成它所有的入關程序 也可以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它可以入境 可以出境 都是可以在我們整個大鵬灣遊艇港 這個區域裡面來完成 那有了這個之後呢 其實就串聯了國外的旅客 來到南台灣這邊進來之後呢 它可以開著這個船往小琉球 所以這是一個我們大鵬灣遊艇港 很大的一個一個里程碑 大鵬灣這邊遊艇碼頭的成立 這將來也會促進說我們 從大鵬灣到小琉球這個區塊鏈 旅遊的區塊鏈會有更好的成效 因為目前我們也朝向旅遊精緻化 這一塊在實施 萬景遊艇 CIQS服務窗口 外來國際旅客可以透過航港局 已建置完成的線上申辦系統 MT-NET 進行申請 同意進港後的檢疫查驗作業 就可以由遊艇服務窗口來聯繫安排 以縮短外籍遊艇進港時間 也能帶動大鵬灣運 小琉球及 南台灣的觀光遊城 讓大鵬灣遊艇港成為外籍遊艇及旅客 認識南台灣的入口港 屏東新聞不一定有正義 採訪報導